这一颗铁线连水晶喷泉 上一次开办花给它剪完之后 大家看 每一个剪完的地方都长出了两个新芽出来 看到了吗 哇 这一个已经长得很大咯 看 哇 这个时候它生长就会比较快了 所以现在我来给它试一点这个 醋苗营养液 让它长得更快 尽早的砍亚波花 先给它喷叶 有很多花友问这个花什么时期 该施什么肥好 其实像这一种铁线连 比如说它在运累的时候 那肯定就是要施这个醋花的 也就是这个零甲肥含量比较高的 那如果它主要是在长这个叶子的时候 枝叶的时候 就是这个醋苗的 以这个半元素为主的这个素效肥 像这种生长旺盛期的话 一个星期左右就要给它追一次 喷完叶之后再给它灌根 喷叶的话它吸收的就更快 但是吸收到的就会相对更少一些 OK 3 3 8 6 感谢观看